据港媒爆料 沉浸了四年的黄欣颖宣布回归娱乐圈 甚至自掏腰包转型当歌手 之后黄欣颖在个人平台上晒出了一段新歌预告 MV很有迷雾感 黄欣颖更换了好几套服装 大秀好身材 在采访中黄欣颖大方确认即将复出 新歌将在情人节当天首发 当被问到现在心情如何时 黄欣颖言视频长心 不会说太多 除此之外 一些眼尖的网友还发现 黄欣颖只留下几张和狗狗的合照 曾经的过往全部删除 难不成黄欣颖要重新开始和过去说再见 娱乐圈都是有记忆的 大部分网友对黄欣颖还是很反感的 甚至留言抵制她 小三脸皮就是厚 还有一些人坦言 黄欣颖的学历不低 为啥赖着娱乐圈不走呢 有没有考虑过郑秀文的感受呢 看来大众还是没有原谅她 毕竟她伤害的是天后级别的郑秀文 黄欣颖是港姐出身 不仅长相甜美还是术士学历 她拿到港姐亚军后进入了TVB公司 还和马国明恋爱成就了一段佳话 只可惜黄欣颖这个人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腼腆 她没有珍惜马国明反而劈腿已婚的许志安 事件被曝光后黄欣颖事业禁毁 许志安人设崩塌 TVB一时很被动 随后黄欣颖的广告作品全部被打码 主演的电视剧被叫停 以至于连累了很多TVB工作人员 网络曾传言黄欣颖最终赔偿了高昂的违约金 日子过得很不如意 日发短信祈求对方原谅 但马国明心里一定明白 这样的女人不能要 两人的爱情走向尽头 至于许志安紧急召开记者发布会 承认自己出轨的事实 说自己对不起郑秀文 并对自己的行为道歉 正当所有人都觉得郑秀文会大发雷霆选择离婚时 他不疼不痒地发出声明 谁都会犯错 谁都有被原谅的机会 这句话倒是跟马依丽的且行且珍惜很像 很显然他妥协了 到了2022年 黄秀营首度承认自己和你猛是恋人关系 据说这次的新专辑就是男友的功劳 随后记者带着梁静如给的勇气去问郑秀文 郑秀文听后十分平淡表示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开始 不得不说 郑秀文霸气十足 是世间少有的人间清醒 面对外界的不怀好意 他没有选择回避 而是见招拆招 敬险高情商 果然是高手 从他的话语中 我们不难发现 郑秀文已经彻底原谅黄秀影了 笔者觉得黄秀影真应该当众谢谢郑秀文 不然你的风评只会越来越差 回看当年那段狗血剧情 其实当初狠狠地伤害了郑秀文 事情曝光之后 郑秀文不吭不想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接朋友的电话 至于黄秀影 则像个过街老鼠一样 夺到美国避风头 随后许志安第一时间承认错误 并召开了记者会 直言对不起妻子 最终被原谅 四年过去了 那件事没被淡忘 反而被黄秀影的付出再度提起 大家觉得黄秀影翻盘的可能性大吗 他的新专辑有人听吗 其实不管是付出还是封杀 黄秀影都是那个最惨的人 如果不是当年的安心事件 他或许早就成为TVB的当家花旦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不作死就不会死 砸了自己的饭碗 丢了爱自己的男朋友 黄秀影真的很愚蠢